有可能是再往左边再走一下 对,那回到他们上把的跳点 诶,悟空这边和KRG 小异左侧的红楼 看一枪,看一枪,95K是把双管喷 诶,三极甲再剪一下 哦,他这个挺肉的,挺肉的 盆子,肯定是盆子先去打第一枪呀 对面没头的,试一枪 是的 在KRG收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的武器和防具应该还不错了 二枪 95K靠反应来了一枪 没收到药 哦,那这边是SRK,两枪喷两个 悟空支援过来的白龙 小平刚刚烫了一下,现在血量有点低呀 但第一时间先不要想的是服队 而是如何找到大仓里面的KRG 小异一直没有捡到药 因为小薰的血量太低了 对,被刮一枪就没了 这纯属是给菠菜找麻烦 不过现在的话 白龙马想下去的话也是有点困难 得要等一等 对,这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菠菜他也没咬 把他队友一撤回内阁 直接选择给一颗闪摸过来 两喷直接带走小薰 也听到了在二楼菠菜的脚步 喷子对喷子 平反应 但是悟空这边毕竟是有人可以补枪 倒一个 喷一下,怂了 又喷中了一点点 对对对,碰到了一下 就正所谓一鼓作气 再而摔三而结 这一波再出去的话 由于这一波自己的扔闪失误 导致直接被 有点太远了 他一定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路线 Forever的出枪 可乐被放到 这一分能补吗 补的话 那这 呀,车 这太陡了 五位最后是K到了这一分 多余 这两天妈怎么选了 就这个长家房 天妈在头顶上也是放了人的 这一波扫车 露露是直接将堂弟弟给寄了 对,堂弟那个位置不是很快 这个匀速跟墙是比较好处理的 露露大耳鼓提过来 窒息往外绕 换枪过程中蹲下是打到了头 露露近战是有细节的 而且小露在旁边K了一个堂弟弟的头 有点这种打长交房的老习惯了 就是知道 天妈刚才应该就是想 觉得这个圈有可能左右切 左右板块 所以去右边找找机会 这个圈既然切回来了 剩下两个人也可以玩 直接被打掉 没办法了 一枪一枪 被迫逼停了 但是下来只剩一丝血了 对,NJ直接被击倒 这个位置 后续的 其实还蛮难踩到这个点位 就是NJ的这个点位 因为他的信息是不知道天霸已经过来了 人头又被K了 王骚骚 捕人的时候会少20%的伤害 所以现在用雷捕人的伤害并不是特别高 还是要靠打两枪 捕到两枪之后再考虑用雷炸 好打的 先打砰砰上的人 能打少一个就打少一个 许生在后点已经被留了下来了 那这肯定是要被补掉了 那刚才还有4M一直在抽这个人头 下K TMA在一瞬之间被瓦解了 而4M的分采 对于刚刚巨幅放出来的这个防区有很大的想法 左侧 木子里滑车 DSS注意力全在I7市区圈这波架了 对 圈架的最好时机 你只要等于双方吊人比较严重 对 等等机会 关键他们这波压力面更大的是来自于GF1 防区一时跑步打不起来 我那边DT最后还是在坑里面被淘汰出局了 就是那个坑啊 为什么叫自闭坑 就真的是很自闭的 F2要被冲了 龙斯杆的状态不错 这边只顶到前面 车差点把自己给撞飞 洗了没头 6M直接被击倒 但是有补枪的 在防区当中的旺仔这个时候 因为在挪车所以D-C身架不到 人站那个密集一些 DT是完全有补枪机会的 DMBI看到了 老橘这个时候脚步 打两个 而且还是满血 哎呀 这波一穿三 王老橘 最后一发子弹打干 我的天 RBS这波是先拉到了底坡 GFY也是从对面的这个防区 来到了马路之后 IFTY要扛着快进五阶段的篮圈 继续去绕了 IFTY来一波快乐以鼻子 来了来了 他来了 来一波快乐以鼻子 血量太低 确实没办法 这还没有进圈呢 然后血量就已经将近这个二分之一了 最后快乐是GFY CDG车还是保得很不错的 这波转移人也没怎么掉血 有充足的选择权 RBS这边在快乐以鼻子 GFY只剩911一个了 高点的人能抽得到的 鱼人一把定输机 今天鱼人的这个双人局确实镜头够多 素材够多 这波非常的完美的一波堵截战 RBS完成了对于GFY的全部淘汰 林树上一把也是一个人找了个厕所 但是这把的 小灰 还得是小灰 这把没那么顺利啊 吹一下就没了 导人是很拖节奏的 是的 还是要强冲了 DSS冲过来的过程当中是被王骚骚给补掉了857 武力和火呀 根本不敢往里面去摸 哇 CG那边的火力好猛啊 CG今年的机会团找得都很好 就全是能劝架的这种团 他正面也能打得过 枪又准 今天的王骚骚杀疯了呀 那MCG一看 你们上面打了这么的火热 没有人管我的屁股 直接选择掉头去清静点的RBS 咱们这颗雷 咱们这颗雷很关键 对面也是 炸掉了18点血 是的 起了大量的烟雾弹 被摆了一颗 这一波 捕着眼睛 打了一枪 头发王骚个秒了 在闪快消失的那一刹那 一个幻影 昨天摁着不放把对面给打了 这个地方就靠投注的准头了 谁投注准一点 谁就拿分 他一定是作为这种 捣乱房或者是劝架房 他一定不是第一房 这确实没有招啊 这个位置太容易吃雷了 提拳往左边走了 MCG要顺着这个厕所推了呀 前面所说到的 SMS的这个 埋得真的好 那边 木子里直接被小玄子给打掉 两颗雷一颗火 都散开了 三颗这颗雷 拉出来直接反打 因为对面倒人了 再要是在这个厕所里面的话 就有点坐以待毙的意思了 但是就可惜 身上的伤害性投资物不够 MCG就是兄弟多呀 我冲倒了一个 还有人帮我补枪呢 小海那边也是将 买点的小五弟弟给击倒 嗯 枪线很复杂 SMS确实无法 同时顾及左右 小海一颗雷放倒了 灰灰之后往前提了 巨幅正面上人不多 哎 这一波 因为原地有枪线 小灰也没了 然后小五弟弟也直接被他补掉 随机在 两个人选择往底坡拉 这个底坡的信息 MCG知道多少呢 无漏偏逢连夜雨 这里Super Do 零度也是为Monkey巨幅 拿到了这个信息之后 还往前埋了一位 小杨终于是出枪 坦克这里倒了 MCG倒地两名选手 第三个人也倒了 哇 航号远程的火力给的很足 I7的独狼 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 准备过来分一杯羹 冲的太过了 冲太过了 也没想到巨幅埋了一个人在这里 很难处理 小杨这里是有掩体的 萨门还是被烧着了 嗯 萨门已经是二导 还是三导了 这个位置的盒子其实挺多的 来补充你的商业性 想要去清一下独狼的位置 真是不知道怎么输 CG这个位置 找着了 一丝鞋锁住 真是针尖的对脉盲 快 母子里也不好救了 CG的枪线已经到位了 毫无掩体 这个Summer的话呢 也是直接在服不了的情况之下 利用自己的身体 为队友去挡一下 最后 也没了 Stern 大家的道具都用的差不多了 反而是CG一直能够承接一些其他队伍的物资 五位的一颗关键雷 小杨在这个反坡的关键的位置直接被抽掉 刚刚是挂在了圈面的一个反坡 起来 这是属于 CG的第三机了